大家好,歡迎繼續回來 VIVA 經理模式 上一集的話,冬季轉會槍已經結束了 2月份就已經到來 這邊我又模擬了一場聯賽 看到是1比1迫平紐卡蘇 但不要緊,這邊就是重頭戲 歐冠16強的對手是馬賽 第一回合我們在客場 距離上一場紐卡蘇的比賽已經過了10天 所以我們的隊員的體力是相當充沛 沒錯,第一陣容的話 狀態都不錯,每個人都很BIT 這一場我們手動模擬就可以了 大速模擬,客場的話 希望可以拿到一個客場入球就最好 看看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沒錯,2比1的比分 我相信第二回合主場都比較穩陣 加利姆特和拉舒福特的入球 好,接下來我們收到 國際米蘭這邊是佈價 軒達神的4300萬 其實都OK的 這邊我當然希望再抬高一點 剛才我也特意檢查一下 軒達神的話 這個賽季一共是上了3次 所以他留在球隊真的比較浪費了 我們也不可能現在賣走迪基 培養他,因為他的總評不是太高 所以我覺得放手是最好的選擇 江迪這邊也同意4800萬的報價 接下來就來到2月27日 我們開檔以來的第一項錦標決賽 就是聯賽杯的決賽 對著利物浦 這一場我會上第二陣容 我相信聯賽杯一路下來 基本上都不會上太多主力 既然進到這個Final 基本上都是替補帶來的功勞 那不如最後的Final 都上太多 聯賽杯而已 沒什麼所謂 依然是終極的難度 老實說利物浦怎麼樣 都好過這個阿仙奴 咦? 看回他們的前鋒 奧巴美 安費文盧 以及沙拉 那就不上文尼 其他的話 還是最強陣容 這場波應該會比較難 進到現場 首先看看這個晉級歷程 看回利物浦這邊的話 半決賽擊敗了阿仙奴 但之前的話晉級都比較輕鬆 剛剛開波 看看我們的第一次進攻 詹姆在哪裏 給到利雲 想傳入中間 但給利物浦這邊是斷籃的 這邊阿諾拿著球 嘗試一個大腳 但找不到自己的同伴 列基佩治這邊 控著球 看怎樣 看見利雲的走位 真的不太好 其實我一直在等他 就插進去禁區 給到寶蓮奧 找到中路的詹姆 這個頭鎚 稍微高了一點 這個慢鏡 很不幸地頂了個彈地 其實阿里遜已經沒有附 接著大概是20分鐘過後 好了 利物浦這邊的進攻 迪亞高 看見迪亞高的腳底技術 確實是不錯 奧巴美安 給迪亞高 一腳直塞 給到波比 來到禁區 入邊 給回插進去的迪亞高 不射門右 如果少少 當然 托利斯的部位相當夾時 馬上就引領一次反擊 列基佩治 你看到的 利雲的走位 確實是一般 所以這邊都沒辦法送直塞給他 反而找到邊路的寶蓮奴 一直來到禁區 都是沒有人標準 最後一腳爆射 1比0 再看看慢鏡 右邊寶蓮奴 這邊確實是兇 我已經把他的位置 改成了右邊封 列基佩治 現在是前腰 而 GIMS的位置已經改成左邊封 射得也是很帥 而你相信這個球差一點點撲到 幾分鐘後 依然是利入浦這邊的進攻 依然是左邊路 給到廢文路 這邊的話 控制烏帕美卡路 防守有點魯莽 撲得有點凶猛 但是最後來到禁區的時候 波比的射門又是猶豫了 其實今年 就是這個終極難度 電腦來到禁區 最後那幾下動作是很慢的 經常都是16 麥湯米尼 給到列基佩治 這一下真的相當通透 找到了利雲 第一時間的射門 雖然說這個波進了 但是我始終覺得他的走位差了一點點 就是跟這個馬迪爾做回對比的話 就是為什麼這個波可以做到給他呢 就是因為麥湯米尼壓上來 當然了 列基佩治這個波真的給得很漂亮 失波之後 沒多久 利入浦這邊的進攻 又給到了波比 哇 看到波比真的腳底生化 那些技術真是很閒熟 亦都很多這種花式動作 但是最後一刻 始終都是差一點 今天就是這樣總結他的表現 前面那幾下都是很帥的 但是最後埋門那一刻 總是猶豫到不得了 這邊迪亞高 來到軒達神 直濕給到波比 力水大了一點 當然這個波比也是禁了門將出擊 手拋球給到柳豪斯 上半場結束之前又有一次進攻的機會 見到我們每一次進攻 基本上都是人多打人少 那肯定 你看看我們的陣營 4-3-3 總要是進攻那種 給中路的柳豪斯 艾尼信擋出 好了 接著下半場開始了 大概是10分鐘左右 這邊給到詹姆斯 出來就轉不到身 還在邊路 不急的麥湯米尼 帶回來中間 給到利雲 第一時間給到柳豪斯 然後左腳一腳推射 相當精彩相當舒服的配合 慢鏡頭要留意一下柳豪斯的走位 看清楚 見到軒達神 完全不知道他背後面發生了什麼 柳豪斯已經前插來到禁區 接著來到第70分鐘 我們的界外球 拋出來給到寶蓮奴 給到柳豪斯 見到後點的詹姆斯想給他 結果他最後連人大波在一起 撞到網上 一開始我以為會計 誰知道 Fever這麼聰明 出了衝撞門將犯規 這個時候我想起 之前有朋友提議 開手球規則 我不記得開 如果我記得的話 肯定會開 如果有手球 那就好玩了 接著來到75分鐘 看到利尼浦這邊 有一次反擊的機會 給了替寶出來的奧維基 然後給了這個奧維基 給了張伯倫 分給Vino的沙拉 沙拉拉了兩下 傳回後面的軒達神 軒達神又拉兩下 我們的中路防篩是比較密集的 麥托米尼亞 撻下了球 兩三下傳遞打個快攻 又是失誤了 張伯倫 給了插上的阿洛 又給了奧力基 奧力基轉失 嘩這個球真的很帥 完全打通了我的防守 不錯 不錯 其實剛才奧力基的巴式動作 在線上 很多玩家都會做 這一下 我也知道怎樣按 右蘑菇按鈕 比如你現在向左邊大波 一下左 然後快速再打一下右 說起來好像複雜 其實你們玩過Viva都知道 不過最重要的是什麼時候用巴式 好像我的手殘袋 就永遠都把握不到那個時機 接下來來到86分鐘 還是來抱這邊的進攻 最後的這個階段 似乎他們的進攻勢頭上來了 給了羅伯神 給了奧力基特 又來了 這下巴式動作 奧力基特一拉 這邊我切換防守 有些問題不要緊 最後還是補回 奧力基特最後送一腳直身 又是奧力基 利物浦球迷口中的錦你角色 在最後時刻又發揮了 看慢鏡這個角度就看到 初一個內西 彈柱而入這些球沒辦法 所以利物浦最後沒有放棄 連追兩球 但還是那句經典的台詞 愛得太遲了 最後我們這邊三比二擊排了利物浦 捧起了我們的第一個冠軍獎盃 最後也看到 隊長麥湯米尼是高舉聯賽杯冠軍獎盃 我不是獨賣其他對手 但我覺得聯賽杯是我們這個賽季唯一的獎盃 我不是獨賣其他人 因為看回我們這隊球 雖然目前狀態不錯 陣容的實力都OK 但是你說在這個賽季拿英超冠軍 拿這個歐冠軍 那又有點不現實 最後再看回這場球的數據 雖然說利物浦這邊只有兩次射門 其實有很多進攻都來到禁區 只不過最後一腳就比較柔軟 所以 確實跟之前我們對陣阿仙奴的差別很大 當然這場球我們上了替堡 進攻的流暢度真的差一點 真的你踢的時候就感覺到 走位是差一點 不過這邊都創造了7次射門機會 控球率比電腦更少 這個其實比較少見 評分方面 柳豪斯8.7分 全場最佳 寶蓮奴有7.7 後防的話 如果不失球的話都OK 失球的話 你見到牽達神只有5.9分 好了 然後模擬到3月10號 第二回合對著馬賽比賽即將開始 這場球我們手動模擬就OK了 這邊都收到了一些消息 首先的話 牽達神將會在下個賽季離開球隊 另外 迪利斯這一邊在訓練中受傷 8個星期無法出戰 這個就比較大影響 怎麼說他的總評都比較高 我們左閘剃寶就只有Brandon Williams 8個星期的話 基本上這個賽季已經是報銷了 另外這場球之前都模擬了一場聯賽 看到了 是跟阿仙奴打成2比2評 不過這場球 我們拿了一個客場入球 拿了兩個客場入球 應該說 應該是沒有問題 直接手動模擬就OK了 快速模擬 應該就沒有問題 看看我們8強的對手是誰 3比2的比分 看上去好像有一點驚險 加連活達馬迪爾和這個Brandon Williams OK 挺看這個迪利斯還有入球 真的不錯 看看評分 Brandon Williams 8.3分 真的OK 哇 打麵王 6.4分 你真的要人屌才可以 你真是踢得好屎 好 接下來一盞眼 已經是模擬到了3月31日 雖然之前我們在聯賽杯決賽已經贏過利益浦 但聯賽方面還沒有踢過他們 所以第二回合就要踢 另外看到上星期模擬的聯賽 也是3比0 擊排了狼 接著我們看到歐冠8強的對手都出來了 是西維爾 說真的 如果是歐羅把聯賽的話 看到西維爾就真的比較黑仔 但是歐冠這個舞台的話 我又真的沒怕過 再看看這個英超積分榜 暫時的話 我們排名第五 但是不用那麼慌張 距離第一的利物浦都只不過是3分的差距 所以這場球就比較關鍵 老實說 其實今年的終極難度 比起上年更新後的終極難度 是差得遠的 在這種情況下 我決定把這個轉盤再次放上舞台 看到這個轉盤就有10個位置 除了門將之外都有可能 門將我就不選 因為門將的話真的比較沉悶 而且都很難跟得上這個比賽的畫面 所以這一場球 我們要踢的位置 是右閘 你們經常都說我是什麼 傑邊位 不行 這次又是踢邊後衛 右閘的話 魂比薩卡 說真的 我就不太想踢後衛 有時候真的很難 特別是踢邊後衛 你又要顧著進攻 你要前插 然後又要防守 其實真的很煩 所以對位我的球員 應該是文尼 看見 聯合普這邊的手法 跟之前那場球差不多 就是用文尼 就頂替了奧巴米安 我們開始這場比賽 進到現場 大家可以看到 焦點球員是文尼 他的入球數是20個 其實馬蒂爾是第一 有21個 排名第五的巴尼斯 其實都是我們引緩目標之一 剛剛開球第七分鐘左右的時間 看到聯合普這邊的進攻 波皮給了前插的迪亞高 拉了一下然後再拉多一下 整個沙基利亞是吃了塵的 僅僅是第八分鐘的時間 聯合普已經是1比0 我之前V20都說過 你說什麼終極難度 什麼傳奇難度 這個難度是只應用於對手 你的隊友 你隊友的AI 無論Marcha難度 他們都是弱智的 接下來幾分鐘後 又是進攻 迪亞高的巴息真的很多 另外我們也看到 這場是屌尼女士的第五十場 這麼快就五十場 這邊打了球之後 我也是馬上投入到進攻當中 看到打臉王這邊數1個直撕 給到奔羅費蘭迪斯單刀 是面對俠尼信的 暫時打臉王 也沒有機會挑戰他 看回環境 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 很輕鬆 但是一切的前提都在於 我作為這個右閘 要參與到進攻裡面才行 如果剛才那個球 即是我沒有前插去拆應 你的隊友 我包裹還在後場猜球 或者已經失誤了 然後來到大概第26分鐘 是聯合普這邊的進攻 Bobby 想傳進去 被我們這邊打了 但是解圍無遠的情況下 還是來普及的進攻 問你來到禁區邊緣 被打臉王打荷包 但是裁判就不是這樣認為 老實說 剛才那個球我真的完全看不到 沙奧尼古斯有哪裡犯規 任意球的機會 18米對於電腦來說就相當輕鬆 所以我趕快跑去 門將旁邊保位 沙奈的任意球 最後是斬一聲 打中條尾 看回這個慢鏡 最後有下墜的軌跡 接著就快進入保時階段 又是聯合普這邊的進攻 給了迪亞高 看來上滿場的鏡頭都比較多 來到禁區邊緣 給到牽達神 插入禁區 然後左腳第一時間的射門 看這個勢的話 今天迪基亞 基本上射正就要撿拆了 看這個波羅說 迪達神連左腳都射得這麼好 我不知道下個賽季 迪基亞的總評會不會下降 不過我們確實是要買個替補門將 好了 下半場的比賽就開始了 依然是來到這邊的進攻 給了沙奈 在邊這邊 怎樣呢 給後面的阿洛 給到法賓奴 看到中間迪達神插入 然後給到波羅 完全是兇了 看到沙基尼亞這個波羅的注意力就分散了 看看慢鏡就知道 沒錯 他就看著牽達神 中間波羅 這裏空了 或者我應該要去補一補 但是我補一補他的位置 基本上文尼這邊也是空了 也不要指望迪基亞會撲出來 落後兩波五日比賽 已經到了六十三分鐘左右的時間 我這邊也沒有什麼心思 放在防守這一邊 也是參與到進攻這邊 看到班羅法蘭迪斯突然之間 走了空位出來 真的踢得很累 你不要以為我控制一個人 肯定沒有控制所有人那麼累 其實剛好反過來 我又要看著那個雷達圖 我怕文尼走位 你知道他很快 然後我又要進攻 還要送助攻給班羅法蘭迪斯 真是很累 然後來到大概第七十七分鐘左右 都是我們這邊的進攻 替補出來的利雲拿著球 轉了幾圈 好像都沒有哪些隊友特別空 給了我 第一時間頭錘作比 詹斯又給我 看到班羅法蘭迪斯又是空了 但是我就真的不明白他為什麼要挑起球 挑完之後他又不是零空抽射 接下來比賽差不多要進到這個保時階段 基本上就是最後一擊 看看這個球怎樣 給到班羅法蘭迪斯 回到後面的打臉王 我這邊是空了 他也給到我 接著我給到利雲 不停的了 繼續插入禁區 留意這一下左腳是扔得相當關鍵 當然在Fever裡面扔的這一下 和你的操作是沒有任何關聯 但是你有踢球的人都知道 你這一下力量拿大了 拿的位置不漂亮 差別是有多大 再看到 就是這一下 他剛剛好提前量 是讓你可以跟著左腳馬上就射 你看看剃步出來的 詹斯還要阻撓著我 所以我經常都說 Fever 其實那個隊友的AI真的很弱智 你是不是又想和2K爭一下 3比3 第90分鐘 這邊應該是最後一擊 看看怎樣 給到法斌奧 沙拉 法斌奧 給阿諾 轉給法斌奧 迪亞谷 給到奧巴米安 想擠個球 想擠個球給文尼 你看到防守 又是我 進攻 又是我 真的 你控制一個人才發現 原來這個才是真正意而上的終極難度 因為你的隊友真的好狠狠 最後再看看這場球的數據 都已經預算了 你踢這個右閘的位置 雖然說我都有很積極地參與進攻 但是大部份的時間 肯定是來進到這邊壓制著我們 雖然說控球率我們高一點 但是射門數字方面都看到了 評分方面的話 當然我是全場最佳 其實我走來走去 這個過程Fever 都扣了不少分 但是一個助攻一個入球 還要是絕平那一隻 肯定是全場最佳 巴蘭迪斯都有8.2分 接著的話已經進入到4月份 歐冠的比賽又要開始了 8強的話 第一回合我們在主場對西威爾 這場球我們手動無意 另外看到4日之前的聯賽 是贏了熱刺 贏球固然就應該開心 不過我不知道 對於我們的第一陣容來說 體力有沒有問題呢? 看來就真的沒什麼問題 就是雲比薩卡這邊稍為累一點 其實大多數球員都是滿血的 沒問題 迪利斯的話依然是受傷 手動無意就OK 在主場的話 最理想的結果就是 零封對手 然後取得一場勝利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 我們在主場 零封了自己 嘩 看到座教這邊 真的是 體埔上蓮加特 OKOKOK 我看看評分就知道怎麼回事 嘩 一片紅 應該說一片橙 評分真的低到瘋了 最差的話是 盧卡斯 匈蘭迪斯 第二回合 看來我們這邊 要自己來 接下來就模擬到4月13日 第二回合的比賽即將開始 當然這場球我們會留到下一集再進行 另外還要補充一下 其實都比較多消息 看到迪利斯的話就相與歸隊 當然剛剛好的球員 我是不會冒險上他 另外看到 希蘭迪斯這場球應該是上不到的 都不一定 因為他那場球好像是英超 沒錯 那個紅牌是英超 所以希蘭迪斯還上到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提到的那個手球規則 我看回設定的話 貌似是沒有手球這一欄的 但是我在外面 quick play 的時候 看到確實好像是有得打開手球這一欄 我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說經理模式真的開不到這個手球 反正我就真的找不到 如果有的話就會更加好玩 我也想看看EA這個手球究竟是怎樣搞的 OK 所以知道的話就評論一下 今期的話就差不多了 喜歡的朋友希望多點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